同看电影故事,共品离合悲欢,这里是《熊猫电影》 天空中盘旋着鸟群,墙壁布满铁丝网 这是一家看守严密的女子监狱 狱中的犯人大多性情暴躁,其具有攻击性 虽说年近八十岁,但克鲁格的身体依然硬朗 在弹奏钢琴方面,他深有心得体会,奠就一身精湛的记忆 处于青春年华之时,克鲁格任职于一家监狱 担任护士的职位,向来乖巧不闹事 却没想到,爱上一位女犯人特纳 两人猝不及防地陷入爱河,曾有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无奈,战争的残酷夺走了特纳的生命 特纳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如果能稍加训练的话 说不定能成为知名的钢琴家 也许心中存留着遗憾,所以,纵使容颜老去 克鲁格也甘愿继续来到监狱教授钢琴 希望能从他人身上,找寻到女友的影子吧 这段不齿的过去,一直被埋藏在心中 不容言说 克鲁格来到监狱,虽说典狱长极其不情愿 因近期有女孩上吊自杀 但一般商讨之下,还是让她拥有一间钢琴教室 有一位名叫穆兹的监狱官,曾是克鲁格的学生 为人礼貌体面,时常戴着一顶帽子 因此,有帽子先生的称号 克鲁格显得冷酷十足,无以亲近 总是摆着一副冷脸世人 即使年事已高,却显现出令人生俱的气场 身处教室中,穆兹将一个个学生领进来 克鲁格站在一旁聆听 传进耳朵的,却是乱七八糟的音符 这时,有一位名叫珍妮的女孩进门 双手都是伤口,克鲁格出言关心 换来的居然是恶言相对 对方不懂礼节,于是便放弃教学 恼羞成怒的珍妮当场发飙 还痛打站在一旁的木姿 克鲁格一脸不屑地走出房门 走到一半,脚步停住了 房间里传出悦儿的歌声 珍妮用沾满血的双手弹奏琴剑 直到有人冲进来将她带走 最终,木姿因伤情过重 被送入医院 这件事情过后 钢琴被搬离到体育馆的角落 克鲁格发现珍妮身上具备的音乐天赋 仿佛看到曾经女友特纳的影子 于是便前来监狱探望 珍妮被五花大绑在床上 极力地想挣脱束缚 却无济于事 克鲁格告知 愿意将她培养成优秀的钢琴家 发展她自身的天赋 只要答应一件事 去参加一场钢琴比赛 刚开始 珍妮十分不愿意 她从小就学习钢琴 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却因12岁遭到继父性侵 心里留下极深的阴影 不过最后 珍妮还是被说服了 成为克鲁格手下的学生 随董老师来到体育馆 克鲁格却发现 珍妮手上仍戴着手铐 她让玉瑾帮忙解开 遭到言辞拒绝 但凡是犯人便要一直戴着手铐 更何况 此前珍妮犯下的恶行令人心惊胆战 于是 玉瑾不愿搭理 无奈之下 克鲁格只能通过乐谱来教授钢琴才艺 好在天赋异禀 珍妮立马心灵甚惠 这天 就珍妮的天才技艺 吸引爆社前来进行拍摄 不过 傲慢的珍妮却让玉瑾给她戴上手铐 用被扣住的双手 珍妮弹奏一首带有自我风格的乐曲 瞬间惊艳到在场的所有人 就连正在打篮球的犯人也被吸引过来 一曲结束后 全员散场 克鲁格却一巴掌打在珍妮的脸上 她认为 刚刚所弹奏的曲子太过低级 若要参加比赛的话 风格和曲风需要进行转变 珍妮虽说不太情愿 但还是应了克鲁格的要求 经过些许天数的训练 珍妮的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 终于迎来第一场选拔赛 珍妮 克鲁格和玉瑾前去比赛场地 中途由于穿着打扮过于简陋 于是师生便互换服装 身穿浅蓝色衬衫的珍妮 尽显得体 本来她想要临阵脱逃 与克鲁格在厕所发生争执 还一拳打在玻璃上 手掌流满鲜血 冷静下来后 珍妮走进教室 弹奏了一首优美的乐曲 实力得到评委的认可 成功晋级 克鲁格让玉瑾转成去医院 帮珍妮治首 却没曾想 她竟然想要逃跑 走投无路的她 想跳楼自杀 无奈 玻璃比身体还要坚硬 于是又被带回了监狱 坐在阳台上 师生俩开始互相交流心声 心与心的距离逐渐走近 穆兹伤情痊愈 终于回到工作岗位 看到备受尊敬的老师 在教授珍妮 她心中感到十分不满 这名女孩 极具有暴力倾向 还将她打成重伤 心里憋屈 因此愤愤不平地离开 也许是为了报复 穆兹时常来到珍妮的房间 故意找查 将她从单人房移置到多人房 碰巧遇到痛恨她的育友 一进门就接连恐吓和警告 不过珍妮倒是一点都不胆怯 反倒假装无所谓的生活者 隔天面临第二场选拔赛 穆兹随同陪伴前来 克鲁格一直安慰珍妮不要紧张 坐在一旁的穆兹 却心生嫉妒 她痛恨珍妮 能得到老师的重视 自己却总是被忽略 凭借出色的实力 珍妮再次通过选拔赛 克鲁格深感心慰 两人相视一笑 原本冰冷的内心 渐渐被音乐所产生的情谊暖化 意外从旁人口中得知 珍妮因杀人分尸而入狱 这让克鲁格心生芥蒂 开始研究其他的档案 接连几天都没能去监狱教授弹琴 而珍妮在狱中也不好过 失去老师的陪伴 育友将钢琴当成乒乓球桌玩耍 穆斯也将钢琴锁住 不让珍妮继续练习 纵使心中 充满万般愤怒的情绪 但她倒是意外保持冷静 不想再闹事了 后来通过珍妮父亲的口中得知 原来她并未犯罪 而是替别人顶罪的 珍妮曾交过一名男友 两人曾坠入爱河 她肚中甚至还怀上孩子 不过男友却杀害亲生父亲 犯下滔天罪行 随后还丢下珍妮 一人逃脱 也许是甘愿为爱情牺牲 于是便被判刑入狱 所有的罪名都强加于她一人身上 而那位渣男则逍遥法外 本没犯罪 却要待在监狱 换做谁 心里都会感到绝望 阳光照不进心中 导致脾气愈发暴躁 才会造就这般顽劣的性格 得知真相之后 克鲁格决定回到监狱 继续辅导珍妮弹琴 并参加比赛 谁知 意外碰见穆斯 正好对钢琴做手脚 严厉批评过后 穆斯心生不满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便让珍妮同寝室的御友 偷偷用火点燃她的手臂 嫉妒之心这般肮脏可怕 潜语回荡着珍妮的惨叫声 穆斯却避而不温 好在其他的预警 察觉情况不对 便立马冲进去 谁知 御友都被珍妮打翻在地 这件事再次凸显她的暴力倾向 纵使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但典狱长十分不愿意 让珍妮继续弹琴 无奈之下 克鲁格只好讲出背后的真相 珍妮其实是无罪的 而且进行再三恳求 但典狱长却还是不答应 导致克鲁格无计可施 只能偷偷将珍妮带离监狱 对于募资所做的事情 克鲁格倍感失望 即便坐在面前委屈地哭泣 也换不来一丝怜惜 出狱之后 克鲁格带着珍妮回到自己的家中 准备即将来临的决赛 但知晓父亲来过之后 本已温顺的珍妮开始大发脾气 还痛打了克鲁格一拳 场面一度失控 不过克鲁格倒是没生气 他用自身的悲惨经历 试着去感化珍妮的内心 两人都受过创伤 心里留下过伤痕 自然也能感同身受 最后 珍妮答应参加最终的决赛 来到音乐厅 珍妮身穿黑色长裙 登上光芒闪耀的舞台 凭借超乎常人的记忆 他演奏一首荡气回城的神曲 优美的旋律 传遍听众的耳朵 深深重击每个人的心灵 一曲完毕 在场所有人都起身鼓掌 这时 得知克鲁格偷偷带着珍妮出狱后 警察们蜂拥而来 再次把珍妮代补了 但她的脸上 却映衬着开心的笑容 才华得到施展 全世界都会永远记住 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奇才 空有天分 无福分 深陷淋雨 得知心 黑白缓急 涂悲愤 醒得明珠 未蒙尘 用音乐做沉重的口吻 同时对生命的宣泄和释然 四分钟的时间 破茧 化碟 毁灭 这似乎是一个 从产生起 就走向灭亡的过程 带着决绝 拾回天赋 应得的荣耀 拾回 尊严和自由 我们都该寻找 各自生命中的四分钟 用力地 活成自己 故事配老酒 明昭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 вер别人 我依靠我们下来 给您的摇摇 故事